好 日安 我是曼曼 上禮拜 多田君不戀愛灑花完結 還沒追完的人先去補完再來看 懶得追的人 媽 在這個影片結束後看能不能達到一個推坑的作用 在講內容前先提一下 5月的時候我受邀參加一個都是女生的新方直播閒聊 那個時候大家就有提到多田君不戀愛這部作品的一些想法 在我的頻道內有剪成30分鐘版的精華 想看完整直播的人就到微樣的頻道 連結在右上角的資訊卡 我記得我在做新番推薦的時候 看他PV呈現的效果我較像背景音樂 我直覺會是個淒美的異國鏈 等一下 媽等一出三二打我臉 畢定製作組是那一月看少女的製作組嘛 搞笑女元素再一次合理啊 故事的開端是主角多田光良 一個喜好攝影的學生 平時就會到處拍照 就這樣剛好遇上與同伴失散的迷路少女泰瑞莎 泰瑞莎一副不安世事的天然樣 多田只好將她帶回爺爺經營的咖啡館 在那裡等待同伴接回 殊不知這對外國人就住在咖啡館隔壁的大樓 作為留學生的身份轉進多田的班上 在校內每個人都要選擇一個社團 多田班上的班長就帶著泰瑞莎和雅力參觀學校 帶到攝影社時 多田等社員建議可以先體驗看看 規則是分成AV2組 不能肢體碰觸且在規定的時間內拍到對方的組員 照片必須是清晰構圖完美 等等這聽起來不就是 泰瑞莎表示自己非常有興趣 因為平常都是被拍的那個 在泰瑞莎講完這句話後 又看到雅力保護被閃光燈騷擾的泰瑞莎 雖然都只是簡單的一句話 很細微的一個小舉動 都能感受到製作組隱晦的想說出 泰瑞莎某種程度是經常需要拋頭露面的訊息 既然是攝影社 免不了各大廠牌的乾爹爹之入啦 除了多天君使用的Nikon D7200 其他還有Canon、Panasonic、Sony 加上當今時下新式的攝影設備 像我們這幕看到的穩定器 體現製作組雖然做的是戀愛番 但沒有因此這樣重要的攝影含糊帶過 這部除了吐槽像 也有讓你覺得會心意笑的地方 第三集以貓的視角敘述 製造出反插蒙效果 導演的目的是想創造每個角色都能受觀眾的喜愛 當然包含妙大 連結這些角色最重要的是社團活動 製作組選擇的攝影社 他們希望能透過一張張的照片 表達青春回憶的感覺 故事中間也穿插許多照片 這些照片隱藏著訊息 就像多甜的爺爺牆上掛的相片 為什麼爺爺會這麼清楚藍生寶的事 為什麼泰瑞莎奶媽說過跟爺爺一樣的話 小細節一氣呵成貫穿全劇 傳達給觀眾 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 編劇中村男子和導演三期光會 皆認為最重要的就是邂逅 在製作多甜和泰瑞莎相遇的瞬間下了很多功夫 要不自覺卻好像命運般的邂逅 所以我們的確可以看到這幕 光是一個偶然就畫了好幾個秒數 對應到喵大說的 人只要對視8秒就會墜入愛河 所以從最初相遇開始就出現這個8秒定律 可以從多甜眼神中觀察出他內心的震撼 其實有些人會說 奇怪不是叫多甜君不戀愛嗎 怎麼就戀愛了呢 多甜君他不是不戀愛 而是不懂得怎麼戀愛 他不善言辭 成熟穩重 多半來自父母在10年前就過世 迫使自己不得不長大 從小就封閉自己的內心 連父母的喪禮也不曾落淚 直到溫柔的泰瑞莎看穿這一切 但同樣的 多甜也發現泰瑞莎背負著什麼 兩個人遭遇不同 但心境是一樣的 所以多甜君安慰泰瑞莎時 發現自己也是如此 長年糾結各自的問題馬色頓開 互相依賴的情節也描繪得很好 從一開始就說過 兩個人都曾後悔過某件事 後悔來不及說出口 後悔自己當時做的決定 後悔的意義就是 曾經後悔的事 就不要讓它再發生 為自己勇敢一次吧 真是內心聲音 10年前後悔了 至少在往後的10年 能誠實地面對自己 這也是促使多甜和泰瑞莎最後能相愛的原因 這部很對我的胃口 因為我自己真的非常喜歡 越看少女也其同學 性質相似 而且有著明確的戀愛元素 雖然有些人可能覺得這個劇情太過平淡 結尾轉折又生硬 這點導演三期光會接受訪談時有提過 基本上製作組想做成一部男女都會看的動畫 不會偏重男性也不會偏重女性 男生女生都能有所感受的簡單故事 雖然劇情單一 但多條感情線穿插 你喜歡她 她喜歡她 她又不喜歡她 其實桂圈也蠻亂的嘛 不過沒有勾心鬥角的心機男 只有超高氣度的情敵 也沒有人能嫌人做隊友 只有神助攻的好幾友 你們才是一隊的吧 其實 在還沒有出現最後彩蛋之前 我是回歸現實派的 想想羅馬家綺的結局就知道 宮內政務沒那麼簡單 泰瑞莎拋棄皇位怎麼想都很不合理 但結局我給肯定的分數 迫於現實的無奈 許多人會選擇放棄 此時人們需要一個信仰 將希望的意識依平在虛擰的烏托邦中 讓這幻想充滿美好 雖然我無法將她納入我最喜歡的戀愛範中 但我覺得製作組很有誠意 該發糖就發糖 該虐就虐 搞笑也是不拖泥帶水 重要的是結束後會忍不住說一句 我內心是永遠的彩虹色 好的 以上就是這一期的完結分享 最後來個冷知式作答時間 第三集提到了 河童和黃瓜有什麼觀念性 好的 請多田選手回答 謝謝你的回答 那麼 到底河童喜不喜歡呢? 真的很喜歡 地方哲女良心製作 絕不脫稿需要您的關心 我是曼曼 我們下次再見 Bye Bye